大家好,我是持比华三国 为了回馈广大观众老爷们长久以来的喜爱与支持 我计划连续的初几期帮助粉丝配将的视频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康仔这位主公的专属配将视频 顺便给大家讲解配将思路 希望能够对各位主公有所帮助 这位主公的核心输出武将 只有一个T0的法系输出张角 和一个T1的冰热输出向侯渊 那他的账号就围绕着张角和夏侯渊 组成两支最强的队伍 首先我们用两个核心辅助 辅佐张角组盾兵 张角的固定佩戴战法是太平道法和识别三日 然后腾甲刮骨散毙封石 直接给两名辅助武将戴上 他的强度肯定差不了 如果张角没有太平道法和识别三日 那我们就全部带法系输出的核心战法 如果我们想上成谱 就要给张普带一个顿兵宝物 这支队伍的强度照样很强 然后我们再看他的核心输出 夏侯渊 让夏侯渊搭配越进和郭佳 组魏国的奇饼 也可以给他搭配太史词和许优组公饼 首先我们看奇饼 夏侯渊的固定搭配战法 是裸翼血战和百计截营 或者是暴里无人 越进我们给他带文武双拳 勇者得钱 虎豹齐都可以 有试诚先负的话会更加的厉害 郭佳我们直接带哲冲和当风 战法和兵输 我直接打到公屏上 就不一一的进行赘述 这支魏国奇饼呢 强度也是在T1之间 其实这位主攻最强的阵容呢 是夏侯渊搭配满红杀手 许优 许优带乾隆战和锦帆军 组公饼 太史词带当风吹绝和速成奇力 夏侯渊的战法不变 这支队伍能够达到T0级别 如果其他主攻也想获得专属的配奖视频 可以把自己的武将截图 发到评论区 就有机会获得专属配奖视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